《大宝记经》有120卷 第96卷里面有一段话 这段话呢很重要 上一次学到此地 今天再重复一下 因为它太重要了 这个话是 银鲁长高比罪人 银鲁王 常常告诉 堕落在鬼道地狱道的这些人 告诉他们 无有少罪我能加 这银鲁王很坦白地告诉大家 你们的罪是自己造的 罪有应得 我做银鲁王 没有能力 加一点罪给你 银鲁如是 像东洋大帝 这些无有的鬼王 大鬼王 这个五个大鬼王 管全中国 东洋大帝 他管五六个神 他们也是 自行 你所造的 业银而已 他不能 加罪给你 所以 躲在三窝道 所受的罪 全是自作自受 所以 如自作罪业 今日来 你今天到这来了 到地狱来了 到鬼道来了 是你自己造作罪业 所干的 叶宝自作罪业 无待着 没有人能够代替 自己受 造 自己要受 没有人能够代替的 这是宝籍经里面 严罗王 告诉 躲地狱的 这些罪人 如果你 不知道 这个事情 真相 以为是 严罗王 故意惩罚你 嫁给你 重罪 你的罪就 更重了 为什么 这是 怨天 诱人 不知道 完全是 自作自受 那么我们 懂得这个道理了 就晓得 我们这一生 到这个世界来 也有欢乐的时候 也有受苦的时候 同样一个道理 都是自己 过去身中 造的原因 这一生当中 得到的果报 任何一个人 都不想看 这个人欺负我 找我麻烦 不是的 过去有业因 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 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 为什么来找我呢 我跟他过去是 必定有缘 所以 他所以 嫁给我的 毁谤也好 无辱也好 陷害也好 障碍也好 都要欢欢喜喜的 承受 为什么 这就爆掉了 那就没事了 如果不服 这个人找我麻烦 我一定要报复他 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个怨恨解不开 解不开怎么样呢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这种抱来抱去 双方都痛苦 但是这样的人太多了 谁愿意受了冤枉 心平气火 这是要相当修养的功夫 为什么他不知道因果 知道因果 这个事情马上就化解了 像昨天 北京 有几个居士来看我 他带着他老母亲来看我 说老母亲一生 怨恨他的先生 怨恨他爸爸 两个人一生的 不能够和目相处 几个月之前 有一个 这个催眠的 他妈妈就让他催眠 也很不容易 入了境界 四次 前面三次失败 最后一次入境界了 入境界之后 直到过去深重 过去一世 两世 好像六世 跟他爸爸 都是怨恨相报 这一生 他把他杀了 那一生 他又把他杀了 到这一生 还做了夫妻 所以天天打架 知道这个 状事情之后 他母亲信贫疾祸 不再怨恨了 这催眠管用 让你知道 人与人这些关系 过去深重 纠缠在一起 是这么个原因 现在念佛 不再计较了 想求生 极乐世界 不再玩这个游戏 这游戏不好玩 玩得很痛苦 做过敌人 做个对头 你看又做过夫妻 这个离退 因果扯不清点 明了之后 一别够笑话 不要再去想这个了 就先凭笑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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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